TVB一年生产那么多剧,除了编剧原创之外,有时候也爱搞个小抄袭,就是光明正大的照搬美军任序韩剧,有时候连内地的热播剧也不放过,但不管这部剧是从哪抄来的,到了TVB总能给你整出一股浓浓的岗味,本期的部落剧道道就带你看看TVB哪些剧是抄来的。 看《独心神探》的时候,难免会让人想到美剧《勒图密》,有观众表示,抄的也太明显了吧,还好演员都是大家喜欢的类型,要不然真得投诉了。 由林宝怡、黄宗泽主演的《独心神探》2010年上映,男主角林宝怡和《勒图密》的男主一样,擅长通过嫌疑人的微表情来破案,他不但抄了人物角色、故事情节,甚至连预告片也全方位向勒剧致敬,在美剧中,提姆罗斯扮演的侦探专家最擅长通过观察微表情来破案, 当一个人不经意的耸肩搓手或者仰起下嘴唇,神探就知道他们在说谎。 在《独心神探》里,林宝怡饰演的重案组高级督察姚瑟,与了一句主人公一样在童年失去至今遭受打击,但他从小喜欢察言观色,之后更远赴国外攻读一门独心术,在查案时可以通过别人细微的身体语言、表情或声线,轻易看穿对方故意隐藏的事实真相,这让他成为警队破案率最高的探员。 两部剧的剧情是一模一样,连重案组的成员配置都是一样的。 唯一不同的是,TVB很擅长编制人物关系网和感情线,然后将这些感情线在慢慢发展为全剧的主线,渐渐和案子融为一体。 这就是TVB最常用的洗白手法,但林宝怡、田瑞妮、黄宗泽他们说从来就没看过勒剧,自己塑造角色的时候也没想过要模仿谁。 至于剧情巧合,那你得问编剧和制片,而监制徐玉安表示,《独心神探》是以FBI的案件做栏本,请观众耐心看下去就知道有所不同。 而作为看国两遍《独心神探》的剧迷,我想发表一下我的观点。 这件事吧,就好比你昨天看见邻居家做了一盘糖醋鱼不错,你今天中午也想做一盘,吃饭的人才不管你为啥要做糖醋鱼,我们只关心好不好吃。 《独心神探》也一样,只要好看就行了,我才不管你是从哪学来的。 这部剧节奏明快,基本上是一集一个案子,加上姚子对于心理学的讲解《渔教娱乐》确实是一部好剧,至于山不山寨的管他呢,比山寨八个版本的《小龙女》要好看多了。 微表情破案,只许美国警察用,香港警察就不能用了吗? 林峰主演的《谈情说案》有人告诉我他抄袭日剧《神探家里略》,就连剧中的研究所布景、主角造型及情节都在抄袭日剧。 你要知道《谈情说案》这部剧当年在TVB收视率排第二,我很好奇,日剧里也煮鸳鸯奶茶和餐蛋面吗? 抄袭这种事怎么说呢?编剧肯定是借鉴了剧情梗概,至于具体的故事情节肯定是TVB原创的,至于研究所的布景差不多就行了,研究所还不都是那样吗? 但我承认,如果没有《神探家里略》就不会有《谈情说案》,至少迷信的TVB不会用物理学来侦破鬼屋。 在这部剧里林峰是真帅,确实有豪门贵公子的气质,出身名门的物理学博士,爱上出身市井的拼命女警,一文一武的梦幻组合。 最后发现两家组上还有交集,这种狗血玛丽苏剧情,就算TVB不抄,内地网剧也会抄的,你信不信? 除了《谈情说案》,林峰还有一部剧被指抄袭,就是他和欧阳振华一起演的电视剧《不速之约》。 其实这部剧演得相当不错,对于TVB来说也是一次突破,但很不幸的是,这部剧一上映,林峰啃苹果的习惯被观众指出明显借鉴日本电影《死亡笔记》, 而《死神现人间》的桥段有神似电影《第六感生死源》和日本漫画《黑直视》,至于欧阳振华与死神打赌死而复生,又像极了韩剧49天, 我的天,能找出这些漏洞的人,我也真是服了,TVB好不容易拍部科幻悬疑剧,还是没走出小日子的影子,让我现在看林峰都感觉有点日系了, 但看完这部剧你会发现差别很大,林峰不是死神,而是依靠催眠术报复的野心家,咬口苹果只能死神咬,别人就不能咬了吗? 由陈豪欧阳振华张继聪主演的电视剧跨世代,被投诉抄袭韩剧《回来吧大叔》, 比如飞机失事,调换身份,大叔变小鲜肉,流落到荒岛等待救援这些,已经有九成相似了, 但有人说回来吧大叔是死人重生,而跨世代是灵魂交换,怎么会是抄袭,好歹这也是部台庆剧,给TVB留个活路吧, 就像苗乔伟和谢天华主演的《缺债男女》,疑似抄袭大陆剧《窝居》, 在这部剧中,钟嘉欣饰演的女孩,为了帮房奴哥哥还债做了小三的桥段,与《窝居》如出一辙, 而其他人物关系一一对照来看,若能发现《缺债男女》与《窝居》相似的不是一点半点, 对此有观众嘲讽TVB江郎才敬,超完的美剧韩剧日剧, 现在又盯上了内地热播剧,招数还真是层出不穷啊, 但在我看来,抄袭不是一个可耻的行为,一部剧好不好看,剧情很重要,演员更重要, 不同的人能演出不一样的心理状态,郁佳索就说过, 优秀的艺术家模仿,伟大的艺术家剽窃,同样是做糖醋鱼端上来的东西一样, 但味道和手法完全不同,再谈抄袭就索然无味了, 你家今天吃鱼,邻居家今天就不能吃鱼了吗? 行思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儿? 我们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到我了。